这块我们会大概讲解几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会看用fetch去先获取这个数据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index的状态 这是server 我们要回到这个008 刚才那是server 这个才是真正的 就是这个里边这个逻辑说一下 估计有些同学可能会晕了 这个里边有server 然后你说那你写的网页不是在server上吗 我来说一下是什么情况 就是首先 你这有一个server 这个是端口号我写的是 然后底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server 是它的端口号 是server 是5556 好吧 这是我的浏览器bs 首先第一次我加载的时候从这访问 拿过来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加载出来 这个网页加载里面有一个fetch 这个fetch呢会去 就是在浏览器端 然后他会去读556里的数据 然后把556里的数据拉回来 这个逻辑要搞清楚 它其实两次 这是第一次加载主页面 然后这个是阿贾克斯 能理解吧 这个要搞清楚 就是这个 这个你要乱了的话 后面你就很多东西就搞不清楚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说回原来的这个状态 在这个其实刚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主浏览器的那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index index的话 对啊 这样就行了 反正是一个光杆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啊 还是 先不动它 我们呢 还是先不把它穿进来 我们还是先 四和五刚才的状态 对 把这个要存一下 稍等 要不这个保存一下 好 这个保存完了以后呢 那么底下呢 这块呢 我们还是回到原生的 就是原原始那个状态 啊 回到原始那个状态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按照刚才那个 呃 已经起了 我向5556来请求 我能不能请求得到 那我向5556请求的话 那么我就刚才把一和三的这个 我就直接考了过来了 啊 我就改不改不就行 因为反正也是一样的东西 Ctrl C 啊 Ctrl V 好 这里边其实 呃 没有什么东西 那么我在这呢 要改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来讲 我可以敲成 啊 http 冒号杠杠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但是这块呢 我为了防止这个代码 写起来看着很agly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会有一个constant bass 等于 http 冒号杠杠 localhost 冒号55556 -s 那然后我在这 fetch的时候 我怎么拿呢 我应该是 用这个吧 $ base 然后后面呢 是-ulst 对吧 我访问的是这个东西 是把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拼起来吧 然后res 这个留着吧 反正也能看 然后这个我就删掉了 这都是那什么 然后我们直接data 拿json 对吧 我们拿过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能不能使 这是555 这是他 等会儿 这个东西来运行它来了 所以服务器没了 一个 再开一个 这个服务器都是跑在 这个命令行上 命令行一没 就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整个的关系 要搞清楚 我们看一下 它的代码所在的位置 是 cow a pass 这地 然后是npm run start 关掉 好 我们会发现一点 这个地方 bootstrip这个东西怎么老跳出来捣乱 fetch 我们又没打分号 我 我点忍不了我自己了 好 我们熟悉的这个错误出了 access to fetch at 这个东西from original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在往556上去 在555上的一段那什么 去试图去防556 我们刚才说这是违反同源策略的 同源策略就是cors 然后呢 既access control low original 这个是 这是原 就是控制的 这个就是同源 其实就是同源政策 然后呢 这个他就告诉你违反同源政策 所以这个告诉你 他不能做 就失败了 那么底下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能够 然后就是能够跨过这个问题呢 这里面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是啥呢 是在configure里面去配置一下这个dev server 啊 这个当缺省就有 这是008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去做这个东西的话 556 我们也就是说你刚才为什么为什么那什么呢 因为他你在这直接明火之杖去去拿556 他肯定不让你 那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我就不再访问这个东西了 我把这个东西拿掉 我去访问杠S 这个时候这个变成普通的了 反正里面也没东西 你说这个我能访问的出去 这就见鬼了吧 能访问的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配了 其实刚才我这已经配了哈 理论上这应该是我卖一个关子 然后把这个配上去啊 这个这个这个准备的东西失误了 然后他所以说他只要见到杠S 他认为是本地的 然后他是服务器帮他去做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违反同源政策呢 是这样的 我给你跨一下你就明白了 他这个proxy的意思是什么 原先是说你这个东西来了以后 这个browser访问555 然后然后fetch的时候 直接去防556 我们刚才被用base的时候 就是直接防556 然后呢 他现在这个模式是什么 这是b 这是你的555 然后呢 他底下的这个fetch 是-s-ulst 其实来讲这个东西意思是啥 他还来找 第二次他还来找这个 就是第一次过去回来 然后第二次他还来找他 那么他发现这个-s以后 是配成556 然后服务器去找 这是556 然后服务器去找 这儿返回以后 从这儿返回 所以对于整个浏览器来说 他并没有违反同源原则 他永远都是跟555交互的 那555这个他来决定 是不是要跟556来通信 那么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一做的以后呢 就不违反同源原则了 所以在这个 在我们调试的时候 就是本地开发的时候 会非常有用啊 那如果未来 比如到了上线 那我们再说上线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 在这儿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了是这个 然后我们底下去刷一下 看现在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这个里面 看了这两条数据 就都能刷出来了 没有问题 好吧 然后底下的话呢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用POSE来提交 我们怎么提交 这里面就刚才说呢 就是Webpack Dev点修改的Proxy 然后这个 如果需要那什么的话 这个就要重启 这个相应的Webpack 也就是说你要把它关掉 重启一遍 然后这个不是热加载的啊 然后的话呢 在这儿我们 看一下 然后如果我们刚才知道 一个加用户的这个 add一个server嘛 那我们看加一个东西 怎么加 我们还是拷贝它 这上面是拉取用户数据 拉取 这个呢 是 怎么说 这个叫做添加 添加一个用户 好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还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啊 那么底下这是 resweight 这个就得变一下了吧 这个就不是那什么了吗 是ad usr 然后底下呢 而且 在这儿fetch的时候 在这以前 你得做点准备 那我们做一个什么准备呢 首先我们要 因为你是post的 你post一定要做一个数据块 这个数据块呢 一般都叫form data 一会儿我会给你看一下 这个form data 长什么样啊 就是let 我们就叫form 然后它等于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form data 然后new一个form data以后 然后form.append 这里面全都是字不串 第一个是前面是 它都是变成key等于value的模式 那我们在这儿加一个s07 这是id 然后呢 我们拷贝一下这个东西 好 第二个位置呢 我们要放name进去 对吧 我们要放name进去的话 这个位置 我们放 比如叫 王力 好 第三个的位置呢 这个位置放一个年龄进去 比如放28 好 这个做完了以后 也就是说你这个form里面有 其实它是key等于value key and key等于value and key等于value 它只是放在数据题里了 放完在这以后 在这个地方fetch的时候 第二个参数就上来了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这个第二个参数长得有点像 我们原来就是那个 就是 这query的那个adax的那个模式了 首先它有messor 你得说 messor的缺省都是get get不用写 但是post就必须明确说出来 然后第二个 它有一个body 就是它的数据题 它在发送请求的时候是数据题 这个数据题就是这个form 就是上面这个form 好 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fetch出去 fetch出去以后呢 在底下还是看看成功 是否成功失败 然后在这里底下解析jason 把jason打印出来 看是否失败 好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这里面 收到 我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把这俩倒一个 为什么把这俩倒一个呢 因为你加完了以后呢 你再去拉取 你能知道这个东西 有没有加成功 理解我意思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现在你看啊 这上面是ok ok为什么等于false 稍等 但它也是成功了 已经加进去了 ok为什么是false 这是server里写错了 好像是 我看一下 他说exist 因为我刚才动的时候 这个页面已经被加载了一次了 所以他说user exist 所以这个你要想那什么的话呢 就是 因为刚才他已经跑过去 所以他在这加的时候 他就是false 我们可以改动一下 但是得快点过来看 比如说在这 我们给一个s8 我们一做完这个东西以后 因为他是自动刷 所以这个马上会出来 你看这是true ok 然后这现在是四个 对吧 这是刚才我加进来 但是你一刷 就变成刚才那个exist了 但是他刷出来还是四个 因为你重复的ID 不能再往里加了 所以他是没错的 这个是我理解 好吧 然后这个地方 看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用form data post的向服务器 可以提交一个数据